大家好啊,我是超哥,欢迎来到超哥大华体育,咱们聊一下阿根廷 阿根廷明天将会和秘鲁进行一场南美世纪赛阿根廷坐镇主场 这是阿根廷2024年度最后一场比赛 所以说也期待呢能够有一个好消息好结果 为比较完美的2024年画上一个非常圆满的句号 那么上一场南美世纪赛阿根廷输给巴拉圭之后呢 其实对于这支球队的质疑啊,甚嚣成唱 但是我相信对于这支球队的质疑可能是有一些球迷吧 他不太了解这支球队 那么只是因为这支球队不断的取得胜利 他看到之后会感觉到比较开心 那他没有深入的去研究这支球队 就是当这支球队一些比赛打不好的时候 各种质疑声就全来了 有的质疑,这种老话 一听到这种老话真的就是给哥整乐了 然后呢,还说这支球队呢,状态不好 状态不好,这个我倒是承认啊 因为我反复强调阿根廷的球员飞这么远 回来之后,而且他在欧洲啊 或者五大联赛,消耗是肯定是很大的 还有一个就是斯卡洛尼的用人问题 那么我先说这种老话 那你说存在吗?不存在 因为咱们在两年前看阿根廷夺得世界杯的时候 我们那个时候欣喜的就是阿根廷夺得世界杯之后 潜移茂化好像迎来了这种人员的新老交替 因为像利玛啊,恩索啊,小麦啊,阿尔瓦雷斯啊 包括罗美罗,他们都很年轻 然后呢,还随对夺冠 而且在夺冠的这个过程当中 和每个人都发挥了巨大的这种作用 那么这些新人是怎么 在阿根廷国家队打上宪发,打上主力的呢 这不就是因为在卡洛尔事业杯开塞之前 你像钢萨雷斯啊,洛塞尔索啊 包括华金克雷亚啊 好像是安格尔克雷亚 具体哪个克雷亚记不住了啊 然后他们不是迎来了伤病吗 那么他们迎来了伤病 阿根廷中场就得不断的调整 不断的启用新人 这不就是促使阿根廷他这个新鲜血液 这帮年轻人一下就成长起来了嘛 对吧,还有就是老塔罗 老塔罗在卡洛尔事业杯 这也是他第一次参加事业杯啊 所以说斯卡洛尼在用人这块呢 在启用新人那块 他是有自己的计划的 而且呢,斯卡洛尼在用新人那块呢 也是比较大胆 所以说你听我这么一说 那么第一个问题和第三个问题就解决了 那中间状态不好这个事 那状态就是起起伏伏嘛 等到状态好的时候不就赢球 其实输一场比赛又不是世界末日 所以说很多人质疑阿根廷阵容老化 斯卡洛尼不敢用新人 这是一个问题 阵容没老化 斯卡洛尼还敢用新人 还有呢,就是说阿根廷边路不太好 迪玛利亚从阿根廷国家队退役之后呢 这边路一直没有人能够顶上 这个事呢,也简单 我承认迪玛利亚在边路啊 他在阿根廷国家队的时候呢 对于阿根廷的确是一个很大的变化 但是大家回想一下 迪玛利亚不论是在巴西事业杯 还是在俄罗斯事业杯 还是在卡塔尔事业杯 还是在美洲杯 还是在奥运会 迪玛利亚打进的那些球 起到的那些作用 是纯边路突破吗 大家好好想一想 是纯边路突破吗 不是吧 对不对 是不是很多球都是迪玛利亚跑到前面之后 梅西或者说其他球员 调给他之后 直接他就来一个非常经典的迪玛利亚式的这种挑事 把球打进球门 大家好好想一想 是不是 有的时候迪玛利亚踢着踢着 在阿根廷国家队就是不是边风了 感觉变成中风了 中风的活都让他干了 大家好好想一想 他顶多就是说站的不那么靠中间 顶多就是站的稍微 比如说中间偏右一点 中间偏左一点 也就仅此而以为 他什么时候你把迪玛利亚当成什么了 当成贝尔使了 没有吧 迪玛利亚也不是这种打法吧 我才认迪玛利亚边路啊 带球门突破啊 什么的 这些都很好 阿根廷现在没有球员呢 能够顶上迪玛利亚的这个位置 但是你发现就是真正到大赛的时候 迪玛利亚打的那些球 没有纯边风打法 迪玛利亚有的时候就当成前风打法了 知道吗 只是更活跃更快 对吧 不占中那种前风 所以说迪玛利亚啊 他退出阿根廷国家队之后 不论是他在与不在 阿根廷国家队真正的战术精髓 是从中场发起 对吧 这也是现在足球啊 横古不变的一个道理 你别看现在也都说 各个球队欧洲五大联赛 有很多边风 他们突兀 他们速度很快 容易给对方的这个防线呢 造成极大的这种压力 产生很大的这种杀伤性 但是都是有中场支持 你就像当年的姆巴佩 一把年 他在法国国家 你没有中场支持的话 你边路再能突破 你能突破到哪去呢 所以说中场是重重之重 而且阿根廷的中场呢 我还是这么说 别看是状态不好 但是人员储备 仍然是整个啊 不光是南美洲 整个世界 人才是最厚的啊 厚度是最厚 那么再说一下 对于新人的使用 很多人都说 应该上尼克帕斯 上尼克帕斯 行 这个球员我承认 不错 很好 但是你要知道 尼克帕斯 他在俱乐部表现的再好 国家队 他毕竟是国家队 那加拿桥在曼联提的还不错呢 有的时候啊 国家队的比赛 尤其是阿根廷的比赛 他的这个足球 踢的是很高级的 战术思想 需要一点一点的 给你渗透 一点一点给你浸润 就像烟咸菜一样 你刚放进去 其实你成为不了咸菜 你充其量 就是个菜 怎么办呢 慢慢的熏陶 对不对 把这个打法啊 套路啊 理解透了 完完全全的吸入到 这个学业里 溶进这个精神里 这样你完完全全 理解这个战术思想之后 你才能踢好球 那么尼克巴斯 他在对阵 玻利维亚那场比赛当中 有着比尔亮眼的发挥 给球尔明西 送了一个助攻 这个我承认 但是你要知道 很多球员 他到了阿根廷国家队之后 你就是一个体系球员 你要完完全全 读懂这个体系 他用好这个体系 成为体系球员之后 在这个体系之下 你才能发光发热 所以说大量的起用心人 对于国家队来讲 是非常非常冒险 非常非常激进的 我不知道这个很多球迷是怎么想的 因为现有的阵容 每个球员实力都很好 那么你非得让斯卡洛尼 把一些这个小年轻人整上去踢 他们在没有老将带的情况下 就踢散花了 这是不行的 这是违背正常足球啊 这种发展理论的 你就像亚马尔啊 包括这个尼克威廉姆斯 在这个西班牙国家队 踢的那么好 也得有谁啊 也得有像这个罗德里这样的 绝对的中场大阁来带动 你不带动的话能行 最后呢 再说一下阿根廷的防守问题 这一届阿根廷国家队呢 伤病迎来了大面积啊 四个主力后卫 除了塔利亚菲克 莫里纳 罗梅罗 利马都已经伤了 那么现如今呢 就剩老将奥塔门尼 当然奥塔门尼呢 很多球迷对他饱受诟病 但是奥塔门尼 他在阿根廷国家队的阵容当中 他不仅仅是一个球员属性 这么简单 为什么斯卡洛尼愿意用奥塔门尼 我也知道奥塔门尼不太稳 有的时候容易露人 但是他也有进球的时候 最主要的是他能够起到一个后防线领袖的作用 包括在更衣室 他也是相当于阿根廷的常务副队长 对不对 他能够帮助球王明西 帮助斯卡洛尼 解决很多在球场上 或者说球场下更衣室的这些问题 当然阿根廷的阵容当中呢 你比如说巴里尔迪啊 梅蒂娜啊 包括这个佩雷斯啊 他们也都能踢 但是我认为奥塔门尼呢 很有可能在明天的比赛当中继续守法 这个很正常 我完全有这个信心 所以说对于明天的比赛呢 大家就静静期待 静静看就好了啊 不论明天那个比赛 踢成什么样 大家很多的那种质疑和担心 真的我就送给 最后送给大家四个字啊 起人犹天 真的 好了 我是超哥 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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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